Hello,大家好,我是九哥 此时外面有辆车冲到了我们的拳击馆楼下 4号队友已经被放倒了 而我的其余队友是在红楼的 只能给我们起到一个架枪的作用 我们现在在拳击馆楼上已经是孤立无援 对方的一个脚步声在一楼 我们在边卡一下位置 听到有人冲了出来 直接闪人出去跟他来对枪 把它给抱头接倒的同时 他的一楼还有队友 又是看到里面小房间冲出来一个 再次把它给击倒 打一个人就换一个位置 他的队友等一下肯定会支援进来 果然成功卡士也再次放倒一个 对方连倒三人 我们先补充好血量 还剩下一个没有冲击篮 队友是在外面已经解决掉 想来攻皮卡多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这边有个空头枪以及吃量 而且幸福寸里面再发出枪声 看来是在经历战斗 那必须得圈一波架 看到一个人之后直接放倒 然后还有另外的一个 这边刚准备打的同时 后面有人在打我们 沙漠图的一个特点 就是反解剖比较多 这个解剖就还不错 拍下之后对方就打不到了 那补充好血量 我们去找寻下刚才打我们的一个位置 本来以为是幸福寸里面在打架 没想到外面居然还有人 左前方又是突然遭遇到了袭击 我们这边看到是在防区的方向 通过空头枪当掩体 马上补充好自身血量 然后队友也是倒地状态下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烟雾线封起来之后 再去服队友才会比较稳妥 对方的火力一直在倾斜过来 我们的队友又是再倒一人 用出我们的最后一个烟雾弹 等烟雾散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过去服了 现在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了 这边在救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突然又是被打 看来已经有人开始压过来了 我们已经发现一个 在这个斜坡的后面 直接是把他给击倒 然后再来看一下 能不能把队友先扶起来 因为这个烟雾弹随时准备要散掉了 只能击倒对方没有看到了 但是这个侥幸心理 显然没有什么作用的 对方还是能够看到我们 直接是把队友给补掉了 我们就只能先往后撤一下 然后从侧面再绕过来 看一下能不能打他们的一个侧身 这边看到一个 他应该是在扶队友 已经浮起来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现在我们位置互换 而且被打的一个对枪 也是进行了互换 现在把幸福村的外围 给他解决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幸福村的里面 哎 前面这个人冒烟了 我没有补杀啊 看来有人抢我们人头 这里发现原点有一个人 虽然是看到了 但是好像打过去是一个透明墙 这边他又往外站出来一点 这边再狙一枪之后 好像是狙到了 这边再去瞄 对方好像是没有想要再对枪的意思 他刚才拿的枪好像是SKS 听到近点有人摸了上来 应该是幸福村里面的 穿了一个吉利服 而给成功的放倒 我们再来看一下原点的人 他这边的话 还没有再露出来的意思 我们就想开车直接去冲他了 他又往外露出来一点 这边再狙一枪 还露了 哎 还敢露出来 这边直接再狙 把他给成功的击杀掉 开车想去网圈中心 然后前方的这个油罐处 再发出枪声 我们看到了应该有两三个人 他们在看同一个方向 粘倒一个之后就撒腿就跑 躲到一个对方看不到的位置 然后再往前摸紧 是后面有一个 这边开一个提前枪 他只要露出来一瞬间 就被我们打到 剩下的没有再往前冲 那很有可能是在服队友了 我们就趁此时间 也是把自己血量先补充好 然后再往前冲 这边发现了一个直接击倒 围绕这个油罐继续跟对方周旋 右边有人在打我 反手就是一波爆头杀 成功灭队 之前我们开车过来 是发现他们三个人 都在看同一个方向 而且安全区在收缩 卡一下这个方向的圈边 是有八九会有人的 不然他也不会看 是一个毒狼 刚进圈就被我们给击杀掉 那我们之后就可以开着吃 准备进入下个安全区 而且我们看圈的前面方向 有枪声的 这边在开的过程中 已经发现对方 那我们就直接下车 进行一波扫射 因为他就一个人 这里突然一波水枪 不过也没关系 因为对方的话 是今天被我们给打残了 他现在是更想找掩体加血 而不是想反杀我们 右边也是一个毒狼 那现在我们可以 再往左边开车绕一下 已经看到他躲在树后 到他面前直接下车 利用车上去吸引火力 完成击杀 喜欢视频别忘了关注 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